浙江一位訪民日前因為翻牆 瀏覽維基百科 被警方帶走兵處罰 事件引發輿論的關注後 當即緊急刪除了相關信息 但隨後網絡曝光 網民翻牆還會遭到巨額的罰款 近期有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多張 《浙江政務服務網》處罰翻牆網民的公告 其中一個公告顯示 網民張濤翻牆查閱維基百科資料 遭警方鎖定後 在10月24日登門抓獲 警方給予行政處罰 當場訓誡張濤 並責令立即停止連接國際網路 事件引發輿論關注後 浙江緊急刪除了相關信息 10月29日 網上又流出一份 浙江公安廳發布的處罰規定 其中說 在發現民眾翻牆後 第一次給予警告 第二次罰款5000元以下 第三次罰款5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 有網友說 下如此重手 可能不僅是維穩 可能當地政府缺錢也是一個因素 也有網友說 問題是體制內高官都翻牆 誰敢罰 只敢罰平投老百姓 旅美大陸民眾王女士說 中共害怕民眾知道真相 所以用盡手段阻止民眾翻牆 國內區域網不管是微信還是微博 刪帖封號特別厲害 對於不公不義的是 對於那些抗爭的群體 中共當時很害怕民眾知道 中國有那麼多的人為災難 比如疫苗制裁 毒奶粉等等 中共當時更害怕民眾 知道有一大群的中國人在抗爭 更害怕更多的民眾加入抗爭的隊伍 推翻中共共產黨的領導 翻查浙江省政務服務網 因搬牆遭處罰的案例 僅8月份就多達18例 在不到一年內約70例 大陸民眾李先生說 至少成千上萬人因搬牆被處罰警告 很多沒公布出來 他抨擊中共允許高官和五毛們搬牆 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李先生說 現在是網路時代 中共的洗腦已經失效 不管它怎麼封鎖打壓 每天照樣有大量民眾翻牆看海外資訊 新唐人記者 陳翰、李韻、舒燦採訪報導